大家好 今天演播室我们请到了秦伟平先生 秦先生您好 你好 景轩 秦先生您去年出版了这个《中国危机路线图》之后 引起了这个很大的反响 那今年您又出版了一本新书 是《中国危机大逃亡》 这两本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是这样 我计划有出版《中国危机》系列有三部曲 去年是《中国危机路线图》 今年是《中国危机大逃亡》 然后很多人很期待下一本书叫《中国危机大赢家》 可能是18年或者19年出这样子 谢谢 原来是这样的三部曲 那您觉得从去年到今年 这个《中国的经济》究竟是变好还是变差了 这个《中国的现状》真的是像您这个书名一样 已经到了这个《大逃亡》这么一个严峻的形势了吗 我想我的感受和在中国国内的大多数人的感受是一样的 整个《中国经济》2017年比2016年是变得越来越糟糕 可以说是百业萧条 然后真的是我在2016年预测的《中国危机路线图》随时都可能上演 所以很多人很急迫地想知道如何在危机的不同阶段 如何保证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所以也登出了我这本书 希望我尽快去出这样 所以《大逃亡》这样出来 这样子 您这本书的名字叫《中国危机大逃亡》 那么从这个书名来看 您的意思是鼓励这个中国的老百姓都出逃中国吗 比如说逃到像美国这样的这个西方民主社会国家 可是中国有14亿人口 这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可以逃出来 那逃不出来的人怎么办呢 你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很多人在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都说 秦先生你是不是建议我们都离开中国 我也不喜欢中国 我也知道中国怎么样怎么样 不民主啊 或者经济不好啊 很糟糕 但是我出不去啊 是不是 对 我不可能离开中国了 因为我没有钱啊 因为还有我父母年纪很大 还有我很多生意在这里 还有很多怎么样 anyway各种各样的原因 其实这是大家认识的误区 我有建议说有条件的人 或者说你希望换一个生活环境的人 你可以去暂时的离开中国一段时间 比如说三五年也好 或者说你可以有移民的打算也好 我们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一个建议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我也知道绝大多数人是没办法离开中国的 不光是钱的原因 是有很多其他的社会原因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 所以我这本书主要篇幅是讲 在中国国内 中国大陆境内 在中国危机不同阶段 比如说从债务危机到金融危机 到经济危机到经济萧条 后面的是社会危机 政治危机 难民危机 不同的阶段 如何去保证自己生命财产安全 实际操作的建议 因为这个问题我想了差不多十年这样子 所以因为之前是为个人想的 后来随着认识越来越深入 然后我想了很多人给我志同道合 希望掌握更多的一些状况 所以我跟随就把它写出来 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那您说到这个危机 其实在这个十九大期间 中国央行的行长周小川 他就罕见的已经发出警告了 是不是 他说这个中国民司机时刻将至 既然中国政府已经预感到了 这种危机一触即爆 那他们是不是也会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 可能这个危机爆发的时候 就没有您预言的那么可怕了 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 我在2016年去年在讲这个中国危机路线图的时候 不光说预测了整个危机发展了七个步骤 七大危机 然后我也其实提出了很多建议 包括中国政府当时可能采取一些 比如说大幅度减税 缩减政府的支出 对不对 然后还有裁员 很多很多应对的措施 当然没有人重视 然后政府根本做了一些减税的动作 但是力度很小 我认为他其实已经错过了最好的一个时机 那今年两会的时候 今年十九大的时候 那周小川作为一个央行长 然后在那里警示 民司机时刻 我觉得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过我的中国危机路线图 但是跟我们的观点其实不谋而合 说明什么 说明在整个中国的高层 他已经意识到这些经济的状况 一定会出现状况 所以提前去采取一些措施 除了周小川刚才提醒出民司机时刻要到来之外 那中国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金融发展 什么稳定委员会 专门来针对这个事情 防范这个金融危机 我们大家如果知道中国的这个政治语境的话 一旦说作为他们高层官员 在说这个危机要防范的时候 其实大家知道这个已经快hold不住了 作为对老百姓来说 不能指望着政府去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 因为经济是有规律的 虽然中国政府非常强大 然后很有这种社会资源的控制力 但是我认为他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危机的不爆发 他能做到什么事情 能做到说危机爆发之后 不至于让可能 不至于让整个社会崩盘 让政权崩盘 他能做的是这个事情 包括19大 我们现在看到习近平先生 他可能高度集权了这样子 也是为这个危机要做准备 您觉得他会采取哪些形式来准备哪些措施 这是好问题 我在我中国危机大逃亡这本书里也写了 我会把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的三大不同方向的这种措施 应对措施 我全部列出来 包括这个危机之后 整个对全世界经济 政治 社会的一种影响 我也专门写了 因为确实是花了很多很多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 比如说中国政府他采取的措施 我在这里可以讲一下 他可能如果说要激烈一点的措施 他可以 经济上他搞不好 没有办法之后 他还要转移社会矛盾 来加强他的控制力 他可能会像其他的一些独裁国家或者怎么样去 有意的去引发战争 然后转移矛盾的注意力这样子 然后这个战争的可能焦点 一个是北韩 一个就是台湾 非常有可能 我其实一直是坚持我这样一个观点 但是最后怎么选择 他还有其他的选择 比如说第二个选择 整个可能中国的经济 他可能是全面的左转 然后重回计划经济道路 现在也有这些苗头了 怎么选择 这看习近平先生 那还有一种是最无为而知的 就是按现在既有的方式 继续磨麻痹自己 再饮证止渴 继续去印钞票 然后哪天爆料 哪天算数 还有这种方式 我想听您来预测一下 您觉得这个危机 什么时候可能爆发 首先讲一下 就是我个人虽然从08年之后 08年当然我们知道 是美国的金融危机 对不对 从那之后 我当时在国内 只有经营几家企业 我就预感到中国 它的经济未来会出现状况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 已经在做积极的准备和思考 那至于说 什么时候爆发这个问题 真的是不清楚 有人在去年 我在中国危机路线图出来的时候 有人说是不是 秦为平先生预测是2016年爆发 我马上就告诉大家 我说没有 这是未来 这个爆发时机 我们掌握不了 正常情况下 如果是一个民主国家 像中国现在债务危机 因为多米诺骨牌 第一个倒下的债务危机 中国可能已经爆发了 但是中国政府 它可以延缓它的爆发 所以这个时间 它可能会推 但是也是随时的 我们看我们去年 在说这个路线图的时候 去年到2016年年底 中国的整个债务 大概多少呢 是200万亿 其实是非常高 人民币 是同期GDP的 大概是279%这样子 那今年本来正常来说 你应该想办法去 他们说的很好听 去杠杆 应该把那个债务 对不对 说表嘛 说通俗一点 你要去把它降下来 今年还继续去印钞票 去搞那个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现在今年是11月份 马上到12月底数据 我们预测 不光我个人 其实很多经济学家在预测 到今年年底 它整个中国的债务 可能会高达250万亿 就像前几天那个北京 那个发生一个火灾 对不对 他就尽量想把这个火灾 控制的 把那个消息的五周 好像你不知道 我们北京依然是购物生平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 最近这个 津巴布韦的这个军事政变 是不是从这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经济崩盘 一定会导致这个政治垮台呢 这个问题其实也 也很不错 很多人以为说 或者认为啊 中国经济出问题 也有这个共识 但是甚至有人想说 啊 中国经济出问题之后 它那个共产党政权就垮台了 我们中国就民主了 然后就老百姓的好日子就来了 其实我没有那么乐观 我们就看津巴布韦 其实我算是海外学者说 研究津巴布韦比较久了 他津巴布韦 其实他的经济在十年前 就已经崩溃掉了 那整个金融系统都瘫痪了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笑料 他们津巴布韦 1400万人 人人都是亿万富翁 他的最低的面额 都是可能上亿那个面额了 那这样子 他整个货币崩溃之后呢 并没有导致了政权崩溃 我看到社交媒体上 很多人一片欢腾说 啊 那个津巴布韦 那个独裁者终于垮台了 对于我们中国人 有什么启示呢 如果中国的危机 到了一个程度 第一 经济崩溃 不代表政治会崩溃 不一定 里面很多关键节点 我书中其实也讲到 我看到您在这个书中 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有一个叫百分之一 和千分之一定律的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是我个人的 一个研究发现 目前呢 在经济学上 我也没有看到说 或者统计学上 有专门的经济学家 或者统计学家 专门来讲 但是呢 我观察就是 整个社会变革 还有些社会的经济活动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律 比如说 我们在看我们这期节目的人 比如说有十万人看 大概我们会统计 比如说对我们节目评价 点赞也好 或者不点赞也好 那大概呢 是百分之一的人会参与 然后呢 会留言 跟我们留言的人 有千分之一 大概在千分之一左右 这样一个概念 除非这些特别激烈的话题 在整个中国 发生社会危机的时候 到过渡在政治危机的时候 面临到中国政府 它会不会镇压 或者说中国政府 会不会倒台 那跟我们整个 14亿人 有多少人愿意站出来 上街去抗争 为自己权力呐喊 呐喊 这个比例是很有关系 可是很多人对您这个定律表示质疑 您怎么回应这个事情 其实我有研究 比如说我们在前几年 那个中东北非的 那个茉莉花革命 对不对 那他们这些国家的人口组成了 他们偏年轻化多一点 然后他们基本上 上街的比例 我们后来根据调查的数据 大概在3%到5% 他们有3%到5%的公民上街 然后去抗议独裁者 然后导致他们政权垮台 那这个其实 3%5%的比例 比我们预想的1% 其实已经高了 所以那中国的特殊性 我真的不敢指望 中国有3%中国人上街 他有1%的话 已经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了 改变我们中国这个国家 我们很多人 我其实在强调一个观点 我们很多人把中国民主的希望 或者中国未来变革的希望 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 这某一个人包括什么呢 习近平先生 包括汪洋先生 现在还有王沪林先生 海外什么 比如说魏清生先生 或者某某先生 对不对 这其实都是不对的 我们希望其实都在 每个人自己身上 最后一点 您这本书啊 我看一下价格 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价格不菲 99美金 我觉得折合成人民币 可能要六七百块了吧 这个对于 普通的工薪阶层老百姓来说 真的是价格不菲 是 好 那我的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来购买您这本书 这其实一个 很多人会提到的问题 有人会说 秦先生 这本书 我是认可你的观点 你为什么不免费给我们呢 对不对 你不是可以 做很多好人好事吗 其实我觉得 我们作为公众人物也好 媒体啊 或者学者也好啊 我们讲很多规律性的东西 也是一种 社会价值 或者传递一种 一个声音 一个判断 一个观点 那这本书因为是 涉及到怎么说呢 一个是 当然是 十年的一个 一个偶心立写的立作了 那最主要是 它的一个价值所在 它不是一本消遣的书 不是说 一个理论的书 它是 指导我们在未来 三五年 甚至十年 如何保证自己 生命产产安全的书 说通俗一年 是保命就 保命的书 是保钱的书 那这个说实话 我经常会接到 问询的秦先生 那个该不该投资 那个理财产品 该不该买 那个什么 那个随便投资的时候 你几万几十万 几百万就下去了 那个随便省事起来 就很大 但有些人意识到 这个价值的时候 他根本不觉得贵 我们还有 刚才说的第三本书 中国微信大赢价 999美金更贵 但是已经有超过十个人 真的吗 已经在预付费 给我想要预定了 因为它的价值 你认可它的价值 我一个观点 是价值千金的 你不认可是 一文不值 比如说你在认可 中国共产党 这个是形势一片大好 然后未来还可以 再辉煌一百年 超过美国 那你这本书 对你来说完全没有用 而且会浪费你的时间 对不对 我只希望说 有自救意识的人 对中国接下来的形势 有自己的一个判断 给我的判断 基本吻合的人 他可能很需要 我只给有需要人看 这个500册 第一次出版 一抢售一空了 我现在这里都没有 都没有输 接下来您这个电子版 开始发行的话 大家怎么去认购呢 目前来说 电子版会通过 我们有专门的一个 述输的一个微信 这个官方的一个渠道 另外还有可以通过 Payport来付款预订 另外还有美国的可能可以通过 那个邮寄支票什么的 我在我的社交媒体 推特上有公布 很多人问 秦先生你可不可以通过 那个比如说Google Play 通过亚马逊 这样子发行电子书 我们可能在2018年 就是一个月之后 慢慢的会推出来 就更方便大家这样子 好 谢谢您 秦先生 今天我们同样期待您的 第三本著作快点温室 可能2018年 2019年 这样子 好 谢谢 谢谢你